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蔡兰在某个大陆节目上,被人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中,要完全消灭一种菜式,你会选哪一种? 蔡兰就说,要消灭打火锅,因为打火锅的理由是没有烹调技巧 纯粹将所有材料扔入锅中,就吃了 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些根本就不算是烹调,要取消,不如取消它 当然,走在当时的节目,甚至之后的网络都引起牵连大波 有很多人,无论香港也好,大陆也好,都纷纷表示意 有没有搞错?打火锅叫做没有这个文化,没有烹调 例如四川,不同地区的火锅都已经有不同的特色 还有打火锅,这些是我们最常做的东西,怎么可以消灭它? 首先,当然,我觉得要分析任何东西之前,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值得学习 做一个KOL,蔡兰是很成功地做一个设计 我常常说,什么是KOL? KOL就是他说的一件事,无论是否同意 你都要围着他去讨论 结果现在就有很多人就围着他去讨论 我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 究竟打火锅算不算是一种烹饪奇效 或者他这样说是对还是不对 第二件事,当然,不单是蔡兰 我身边认识很多所谓识识的人 其实都觉得看不起打火锅这件事 我先说一些,我先说一些关于蔡兰的事 就是我们的后背 我觉得蔡兰是大师不同意的 他是一个跨了世代的KOL 他由他今天不及防被人认识的时候 被广大市民认识的时候是一个KOL 他又成功转型到大台 讲日本文化、饮食 不但只是这样 他那个年代的人到互联网流行的时候 他不但可以把自己升级做 在互联网里面的KOL 没有被时代造大 不但只是他不是正是香港的KOL 是回到大陆 是回到大陆,全国的KOL 大陆还很厉害 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香港学习的例子 成功的跨世代老师 就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首先 因为蔡兰他未红之前 我已经看过他写的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是低流的 他的人是很好的 但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的人很好 我跟他叫做有acquintence 不是叫什么 但是他的人是很nice 你完全没有缺点 但我跟着说出来的那些东西 是令到我说出来很不道德 很不道德 很不君子 但他的人是没有一定的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做得很好 首先来说 你这个人的人品很差 但你说的话就很有内容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 我刚相反 我刚相反 我不知道是从何的原因 就是自己吃自己 你提起来代言火锅 你就说 火锅不是一种翻调方式 不是一种入流的吃法 那你就代言火锅的意思 是 现在的人都立即捉回他 你以前拍过很多饮食节目 也有吃火锅 第二就是 其实蔡南的从来没关系 大家苦心自问 他自己开的餐厅 以及介绍的餐厅 你有多久去的不服 是 家人都服 我可以这样说 这样说 一般人又没有你这么大极端 我记得以前 我看一周刊 一周刊 好像狂吹这个阿姨静汤的时候 那些人说 阿姨静汤又 不会说真的超级好吃 是 我不知道你 你什么时候看到周刊 说他强藏出阿姨静汤 但是我亲眼看着阿姨静汤 是崛起的 那阿姨静汤真正煲他的人 是蔡南傲粉的 真正煲他是梦龙公子 即是李文雄 因为他自己有粉 在城市周刊 那些他们煲的 所以蔡南反而是其次 反而是其次 后来阿姨静汤卖了 所以故事做得更好 我记得的 蔡館讲的 是不是有些说中伏的 我记得比如有印象 我自己有去过的 譬如粗菜馆 譬如黄埔上面那些 蔡南美食坊 蔡南美食坊 那真是伏 譬如永连园 永连园 其实他以前在鑽石山 可以 但是日本的蔡南美食坊 就不行 因为蔡南 我这么说 第一 他在香港他不会吃 他开心也不行 开心也不行 开心不好吃 可以和不行也其次 第二 他日本是完全不会吃 今时今日 香港那么多 以前十年前 十年前 我可以这么说 十年前只有我一个吃 全香港 但是十年前之后 现在香港很多人 很好过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 第一个吃 你要问他 适当他认识日本的KOL 蔡南介绍他 知道吗 根本上 已经是 他承认了蔡南 稍微懂得吃 不行 是欺骗那些无知富裕 其实是 但是为什么他也是在日本 早期早年 常常去日本 搞很多富裕 最早是他搞那些超红团 为什么会 那些人蠢 又或者是那时候 只有他的律师单生意 就是他才会卖到 两万元一位 他懂得日本人 是的 你这么说 日本最好的餐厅 全部都是几个位 根本上是没得搞团 可能是十个位 人家都不休做 根本上是没得搞团 你搞团 你还要跟人家 discount 根本上是没得做的 即是不是一个商严模式 很难做 不是商严模式 最好是全是十几个位 或者十几个位 五个位 六个位都有 你没办法去做到 他不懂日本 又不懂香港 他介绍日本那些 都是不行的 唯一介绍就是 次郎 小一月 我早就介绍他 可能他早过 他去那时候 现在最新的那间 越南粉鱼 又买到整项盛市 你说我没有吃 都是排队 我经常经过 开车经过 但是接着看网上的评论 又是说 復到飞起 我又这样说 就是蔡兰美食坊 我的主观感觉就是 他会不会将一些好吃的 因为我也有去过 因为吃过就是 我的感觉不是说难吃 但是就平平无奇 很多店铺 很多店铺都 那是否将高尚的食店 变得平民化 才是这样的 总之我不知道 那些东西不行 我这样说 而且他说火鍋这个问题 火鍋这个问题很奇怪 因为蔡兰人 他做那么多饮食生意 我觉得他完全不 他既不懂得吃 亦都不懂得做饮食生意 火鍋店其实在中国 是增长得最快的sector 他每年的商位数字 他现在大概占了全中国的 所有的餐饮业的22%的销售 他大概占了好像5.5%之内的铺位 有22%的turnover 兼且还是每年是双位数字增长的 他说中国增长得最快 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说大家全世界 你都说都有火鍋 但是如果他说吃火鍋 是最没有烹调技巧的 你在外国和西方说 甚至日本 中国不会有那么大反应 但是你看中国火鍋 现在火鍋是中国的角吃 就是十年前不是角吃 是近这十多年才变成角吃 因为它 double digit的增长 增长得快过所有的sector 就是所有饮食的sector 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研究了很多原因 其实一个原因就是供应創造税求 因为火鍋店是最容易重复的 他们都容易好吃 就是做连锁店可以做得到 是的 所以不是因为它最好吃 而是最容易被连锁店 人家没什么所谓 其实火鍋是一种 我想蔡衡他不知道有什么的饮食业 我想他要由头再学 就是他一直搞这种东西 饮食业不是搞好吃的 你和你妈妈在吃饭 你是不是搞好吃 家里留下一间酒楼 你和女生吃饭 是不是咬好吃 不是那些地方 你觉得浪漫可以找到女生 其实饮食是一个大部分的 occasion 就是一个经验 整个经验 你控制流程 控制什么 那是一个感觉 整件事不是因为烹饪 因为真正烹饪是很好吃的人 不要说你没有火锅店 是不是火锅店好 其次 所有那些饮食的好吃的餐厅 是很少的 就是说真的靠好吃的 全部是靠Operation去做的 而好吃的可能是佔了几百分比 那你靠Operation去做 你究竟是time for 什么 什么 occasion去做 你的budget 怎么控制 那些东西才是其次 就是我们大家一堆人去吃饭 难道你每一餐都去找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餐厅 或者你不会的 就是你可能大家 我开开心心 找些东西 那些气氛挺好 整个feel挺好 那些东西挺好吃的 那因为大部分的厨师 都是不懂得做的 那你一个 那些料好一点 那你一个不懂得做的厨师 那你一个不懂得做的厨师 那你用一个锅包包 它有多好不同 你编住一些 不太懂得煮菜的厨师 那令到一些不好吃的东西 變成OK 你乐得肚子 和大家的气氛挺好 你又吃什么都有 性肝方面 就是我想你首先要知道就是 那种东西是 等于是一个食汗没有包 你日常吃的东西 和你好吃的东西 你fine dining 是不是可以日日吃的 你妈妈煮的东西 你不是一定好吃的 你妈妈煮来煮 在家里都是那几十米送 那二三十米送而已 但是那些是可以日常吃的 就是火鍋是你做餐厅做什么 或者做家里吃饭 是不同的感觉 就是我想她连基本做餐厅的原理 她都不知道 我刚刚说 我会帮蔡兰平反 你的分析我是同意的 但我尝试一下了解一下 为什么她 就算她硬不懂吃 她都没理由吃不出火鍋 是什么了 我觉得 我试试帮她想一下 为什么她要提出 她的食物的知识是OK的 是的 她的写作和食物的知识是OK的 我试试想一下 为什么她作为一个 那么成功的carewear 她会用这个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用火鍋来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正正是因为 知道火鍋在大陆 现在越来越流行 难道她做一个进化 是的 流行到很多人会关注 很多人都经常吃的时候 越来越喜欢吃的时候 你反而说 火鍋不是应该取消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的反应 你反而说 说一些没有人吃的东西 取消 那些人反而无所谓 反而不会出声 她就是知道了火鍋在内地的生意 发展得不好 于是乎就拿这个来做答案 而且她又不是 就是逻辑上 又不是说错得了 但是 所以引起了很多人 很多人会回应 我会做GOL的问题 是的 又反而说 其实我又明白她的心态 现在大陆个个都吃火鍋 要不然搞到 现在绝大多数大陆人 餐餐都吃火鍋 如果没有了火鍋 这件事 他们就要开始找其他东西 去收拾条 那对于饮食的要求 可能会提高了 另外 我也不要说火鍋 当然我也很喜欢吃火鍋 但是问题就是 我这种说法 就算不是针对火鍋 我也听过很多 自认为懂得吃 或者懂得吃的人 都说过 譬如说 吃什么自助餐 就是自助餐 就是不懂得吃的人 才会去吃 其实理念和蔡蘭说 不如火鍋消失走 总有些人会看不起某一种烹调 或者饮食的方法 自助餐也是好的 你从做生意角度来看 自助餐那样东西 你可以省下很多麻烦 其实是市场 做生意 做餐厅是市场 整个感觉 但现在的问题 他不是说做生意 他就是说 我们怎样能提升到 我们整体对于飲食的追求 不要到处去吃垃圾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 懂得吃少少 我便会说 如果你懂得吃少少 有不值就不要去吃自助餐 就要吃高筋货品 懂得吃少少 就不要帮我扎在南美食方 好的 但你同意 总有些人就觉得 如果我们有不值 都要去吃自助餐 有不值都要去吃漂亮的火鍋 你便不是追求那种 你問我如果是和自在餐和火鍋給的話 自在餐廳我經常跟他說很不喜歡吃 我寧願選火鍋 因為火鍋你也知道這間火鍋的材料很漂亮 那我就不搞那麼多東西了 簡單的湯就是煮熟那件漂亮的材料 那都是叫做 做火鍋店的核心技術不是材料 是火鍋的材料 是火鍋的材料 材料其實是金錢 比較漂亮的材料 問題是有時外出吃東西 他可能給你一些很差的材料 但是他整色整水 假裝到好像東西不是很差 其實只要麻辣就什麼都好吃 火鍋麻辣我就一般 我真的拉遠一點 我都明白菜蘭程義的延伸 我們不只是說菜蘭本身 那些人很討厭部隊鍋 很討厭雞鍋 其實是一樣的 吃雞鍋 雞鍋就是隨便把辣的梅雞煮在鍋裡 你不就又吃了 部隊鍋就是把那些材料混在一起 如果要消失,我要雞鍋和部隊鍋消失了 那香港人才吃 對於我來說,跟打黑椒汁或者粉獻 一坨東西下去 很爛的食材一樣 所以火鍋的話 我唯一會欣賞的就是 你的湯不要搞那麼複雜 它的牛肉好或者菜本身是漂亮的 那我會... 我會不會打眼睛 你讓我先說 我覺得你現在說的 一些fine dining 現在人家說的垃圾食物是不同的 大部分人都是吃垃圾食物的 你要知道市場上 市場上根本上沒有可能大部分人不懂得煮 而貴的食物,而好的食材全部都貴的 那個人,你應該是這樣 那個人如果花100元,他可以吃到什麼呢? 如果花100元買部隊鍋,你同不同意?大師 我當然同意了 OK 所以做餐廳最重要是你預測預測 別人去到...去到...去餐廳 我這樣說 你在日本 他那個一蘭拉麵 還沒集中counter 或者你去那裡 你去吃奧馬卡錫 對著counter去吃 然後呢 就集中對著廚師 哇,很欣賞這麼精心的吃飯 每天你去吃,這樣吃給我看 明白嗎? 我們大家不是去到吃飯的時候 一台人 所以我説最重要是做餐廳 你以為一台人什麼occasion 那個feel 吹吹吹吹吹吹吹 這樣那個狀況來的 喂,整天都行,整天都吃不吃 是不是? 日日米之年 真的沒可能 很快的走去吃一碗叉燒飯 喂,這間餐廳叉燒飯很棒 如果一坐在那裡 對十五分鐘,十分鐘對完它 哇,真棒啊 喂,這個世襲 我們在不同的狀況,有不同的需要 你在說什麼呢? 你又不懂吃 又不懂吃,又不懂做餐廳 到底在做什麼事? 好,今天很多言論都只是代表周彥大師 但其實我都覺得蔡南美食方是一般的 儘管讓網友回應我們 好,這次就到這裡